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很坚决 运气也站在他这一边 这个球感觉变相之后要往底线走 但是直接就往窝里转了 好球 做得不错 扛得有点大 不过还能给出来再做 卡兰迦 这一次这个点球跑不了了 应该犯规了 卡兰迦这一下摆动腿已经出来了 伊藤是憋在这个起脚的位置上 是的 他这突然往前一领 然后往里一拨 对 角度就出来了 然后一起脚的时候 似乎被干扰了一下 巴索哥的点球 助跑 晃一下 左脚打门 打了一个力柱内侧 看起来蛮悬的 这样的话巴索哥打进了本赛季 中超联赛个人的第二力柱球 他上一次代表球队进球 是在第十一轮面对深圳的比赛 从第十一轮到现在 十一轮到第十八轮 挺长时间的 是的 当然有有几轮 可能他也压根没有这名单 这是第四场 卡兰迦 还有机会巴索哥 还有 还有 对 股脚的打门 这是接二连三 对 真的是一波接一波 就是靠这三个外援 好球 传得不错 中路的高队 给过来 日不可为奇 小角度 扫到门前 你看 顺尼奇铁很聪明 他靠了一下日不可为奇之后 没动了 对 再看一下 给的稍稍偏厚了一些 靠了一下 然后不动了 看着 看着有点大 有点想笑 给了一道黄 两黄一红 下去了 那这个可能天平就要倾斜了 因为本身下半场 我们看 其实河南建业在多拉多上场以后 作为支点 跟进 机会 保障员打门 一上来就 找重庆 不是说找重庆 我建议和河南建业区去进 有机会 叶楚贵 今天叶楚贵 在境区外围的这种 跟进 感觉还不错的 好像都有点 都比较有心的 哎呦 顶进去了 球进了 拖西奇 拖西奇 好球啊 在相对被动的局面下 这个时候定位球显空底了 嗯 这是要被家属去 是吧 看看这个绝对好机会 阿兰迦推 再送 巴索克 哇 哇 这个球 建业打得太无私了 但最后这个脚后跟这个传的太精妙 啊 这个绝对是有想象力的 再看一下啊 反正就往回拉一拉了 哎呦 哎呦 这次投球再投了 有拉吧 漂亮 球进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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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欣 罗欣 撿了一个漏 撿了个漏 撿了个漏 那等于是回了一个脚球 低轨球 对 这个问题 那也没办法 就是一般手方脚球的时候 也不太换人 这也是一个小机 一般就等于脚球 老四哥 哎呦 特希奇啊 又是一张黄牌 哎呦 他也要下了 这动作可是够大的呀 他也是下了 因为上半场 鼓了一张黄牌 鼓了一张 对啊 就是上半场最后阶段 这样的话 9打11 这个情绪的控制呢 我觉得特希奇是可以处理的 不好 对啊 就是有机会 这个球没有必要上的这么猛 就从他第一个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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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